今天要恭喜习近平生日快乐 这人有70大手,不得了 到底70还是71,有空查一查 有告他说他70,我就说他不止70 应该是71,他属龙的,看看他多少岁 早知今天我要恭喜他生日快乐 你看到我题目,这人是真失败 玩完中共真是要恭喜他 现在到了今天真是我要向各位报告这个好消息 不得回头了,我来美国足足三年 由三年前六月来到这里,每天跟你讲 讲了三年都算是这样,都不是老了很多 不过真是要做事的,要想事的 真是三年前来到,你想想三年前的中国 的习近平意气风发,以为真是至以为是 东升西降,他讲的东升西降 我昨天跟小夏做过节目,我整个题目就这样讲 我说这几年大陆在美国股票市场 那几个高科技股,蝕了三千亿美金 蝕了三千亿美金,跌了,你看到现在的人全部抛售 跟着赶他回香港,美国同样时期升值 股票升值了五万亿美金,五万亿啊 你说是怎样东升,人家是西升,你是东降 这个就是很现实的,即是做生意 你不要讲GDP这些东西,讲不清这些东西 还有他可以做假数,但是你那些股票是没得假的 你拿你的股价,一只股票比阿里巴股价 成它在市场,市场有几多股,这个数字是最真的 这个就是它的股值,总的市场股值 你加了那麽多间公司加在一起 其实这条数字是没得做假的,因为人家抛 那你价钱不下跌,你的股值便下跌 人家买入便要升,股价升,股价升 而且现在你还可以发行多些股票 在市场多些流通,你便可以拿多些资本 这个就是很真实的,到底你这个国家得不得 你的经济得不得,就是你的股值 正是拿你的上市公司的股值,和你的大陆股 大陆那麽多股,在香港,在香港,这些股值加起来 就知道你到底强不强,美国,这些就是资本了 讲到最后,即是讲到最后,我们搞来搞去 实际每日做生意就是为了什麽,你看我 我都是做生意出身,我二十岁就,十九岁就出来做生意 十九岁就做生意,做生意为了什麽,为了赚钱 说俗语就那麽多,但这个钱实际不是那些钱的意义 是资本,做生意为了增加资本,赚的利润摆回去再滚 那些是资本在滚,帮你越滚越大,资本可以帮你赚钱 赚了钱之后再放回去做资本,这个就是资本的升值 讲来讲去什麽做生意,逗你逗去就是逗资本大 你资本没那么大,你什麽都不行了 你的国家教育也不行,医疗也不行,交通也不行 经济也不行,跟着军事也不行,这个就是强和弱 所以习近平呢,这些问题呢,我刚才同一个 有个讲九东话的KOL,我们都有来往的 有时在Email那裡讲一下,他讲起那几个所谓国师 金燦惠,王滬寧,还有个刘鹤,那这三个他的所谓国师 这些这样的友仔来美国读一言诀,英文就流到臭巾 那去到又找一间密码,他要找一张沙子回去 那当然是阿弗,Columbia读一年书,读完书回去呢 他在读书的时候想怎样回去哄他们的领导 他们三个人的领导都是习近平,怎样回去哄 那么已经握了一套袤子,刚才坐下读完书的时候写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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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聯邦銀行做過的事 美國的大銀行做過的事 哪裏夠膽講這些事 自己都覺得很好笑 講出來很好笑 現在就是搞過這樣的事 根本連打拳是輕量級 輕量級裏面可能第一 因為你夠大 中國人民勤力 什麼單都知道 人家美國有很多問題 但是重量級裏面有問題 你看現在美國不需要 拜登搞那麼多問題 又告他貪污 他又要追殺 特朗普又要搞選舉 他那些搞選舉是真的 他搞那麼忙 但是他搞對付你 那些軍事在太平洋那邊對付你 他搞什麼 滴水不流 真是滴水不流 而且一步一步 加上其他幾個國家 你看看最近你就看到了 韓國的態度的改變 多厲害 真是不得了一聲改變 日本當然不用說了 日本比美國更高興 就是對付中共 23種工序 做半導體 23種工序 所有的設備都要他批 日本不要小看 日本不要小看 那些設備我講了很多次 你根本做不出來 射三項裏面少一項你做不出來 那些這樣的設備 美國沒有興趣做 不是賺錢的 很多設備不是沒有錢賺 有些設備有錢賺的 有些設備沒有錢賺的 全部那些日本在做 日本呢 他們搞生產非常之有秩序 搞到長期搞 而且不斷地有改進 成本可以減低利潤可以增加 所以日本是怎樣的 日本搞到今天呢 日本搞到今天呢 就是半導體那些普通的設備 那條流水線 它都是流水線 它當然不是好像人排排錯那樣 但是它一樣一樣這樣做 工序 要做完工序 但是裏面有重複的 這裡做完一輪 又重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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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變成呢 它現在不賣設備給你呢 你就不用想了 習近平都清楚了 他所以說呢 他要做一些極端的 他要有心理的準備 要極端的準備 要有極端的思維 你什麼都是想著 碎到貼地的叫做極端的思維 車華想著真是走投無路 就叫它極端 它的極端當然說好聽一點 實際就是要有走投無路的思維 就來沒有反食了 同樣外國斷了 半導體又沒有賣 錢又缺 又有新債 又要打仗又打不過人 這些叫極端 在這樣的極端之下你怎麼辦 就是你走投無路 極端的意思就是走投無路 走到盡頭了 怎麼樣 所以他現在去到一個程度 就是這樣 這個習近平 我告訴你 今次呢 我來到美國 真是我們的目的 我來的目的 實際就是 那時候希望只是美國 只是三個最後 那現在呢 當然 這三年來 習近平就幫了大忙 他又幫忙一起關水口 我最初來呢 他們當危會 叫我去停了 叫我 他們寫信去香港交易所 寫給李小嘉 那時候李小嘉剛剛推下來 有新人上去 那個新的 那個女人是 上去 跟著呢 寫給 證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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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票市場 就是寫三封信 我寫三封信交到香港 想阻止他這個 叫螞蟻金服 那個市場 阻不到 他不斷要上 那不是怎樣 就是 法案你說不關我們事 誰知道是習近平 最後 臨滿一腳 被他一拳打低 之後大家都清楚了 全部散散的 老老實實說 很多所謂 集資 這些什麼上司 集資的行為 出口的行為 出口他都說 貿易戰都談碎了 人家加稅了 外交上 就好像每個國家 現在都當他是 當他是壞人 沒有一個國家 當他是好人 俄羅斯 慶祖醜 全部 我選過很多朋友 罵到習近平 答應的事情 沒什麼事情做 搞到他們 搞到普京 普京現在 就不敢生氣 你明白嗎 如果你發生氣的話 你會衰快些 那些長將打 輸快些 現在還說 習近平 拿不拿去經過第三國家 在供應東西給他 自己都供應 找些火柜 找火車 卡車 一路運過去給他 但其他第三國家都在供應 朝鮮供應武器 伊朗供應武器 白俄羅斯 他運一些零件過去 組裝了 接著運去 捱得下 不看到了 昨天都說得清楚 那些武人機 根本就是 伊朗做的那些武人機 全部都是中國的 設計 中國做 什麼東西都是中國做 伊朗那些人 你叫他設計 不是說不行 十年了 中國做的東西六個月 他做十年了 我經常去伊朗 我認識那些人 整件事就是突然害怕 突然害怕 大勢已去 現在中國真是回頭 正在回頭去沒有 正在回頭去改革開放初期 即是1980年 你還不止 還不止 還不止 現樂一身債 內部一身債 內部債 不要以為不重要 我們以前以為 印些銀子出來就行 怎知現在你印出來 他一錢一到 在任何人手裏面 他幫你還債 你怎麼怪他 你給錢給廣東省 廣東省本身是一身債 你叫他去做什麼 幫什麼 第一 他的錢都還沒下手 就去銀行那裏被人扣了 他欠銀行錢 當然是扣了你 那些錢根本下不了 那個所謂 那個正式的經濟裏面 很大件事 沒有眼睛 那裏不能夠 你夠不了 在國內夠不了 一日比一日失業 失業越來越多 很多人吃飯有問題 在叫我 我們不過不知道 人家又不能出聲 你現在沒有飯吃 你怎麼叫救命 在現在的社會那裏 他現在不只是經濟不行 一身債 那一身債 現在個個都計不清楚 他到底有什麼債 很多人是收藍的人 那城頭看到了 看到的城頭 他想著賴債 想著賴債 就是說不還 說不關他的事 城頭不是政府的 政府不是法人 你自己幫人 是當地政府組織的 但是那個股東是誰 那個正式法人是誰 不是當地政府 所以他沒有責任還 中央又說 你們地方的善給我 那些嬰兒麻煩你自己照顧 這件事就結論 這件事就結論 現在變成怎樣 我三月三年來 不是因為我 不是因為我 但是呢 就是上帝保養 唯一只有那個上帝保養 還原中共 真是上帝保養 沒有人有這樣的能力 可以拿中共一個這麼強 真是強 那個勢很厲害 現在搞到散散 那時候有幾樣東西的 說他那些人工線人 是AI 已經說他超出美國了 兩字計算 又是超出美國了 又是太空什麼什麼 那些太空那種什麼 超高音速導彈 又是超出美國 誰知道這些東西 全部是需要晶片的 沒有什麼晶片 不用想 晶片被一千超過 你就只有一個體字 然後電動車 他電動車真的不做得不錯 這間BYD差不多等於當日的華為 真的可以這麼說 他下足功夫 他的錢不只是自己錢 巴菲特給錢他 你想想幾年前 十幾年前馬菲特特給錢他 投錢到他那裡 一直開始給到現在 現在都送了一些顧份 最近賣了很多 看著他 就有機會跟Tesla可以鬥 怎麼鬥 這些晶片要求人的 大陸做的晶片 放在那輛車那裡 現在看上去差不多 Tesla BYD差不多 真的過多一年 那些晶片翻一翻 Tesla翻一翻 每年起碼翻一翻 同樣功能他都要翻一翻 他用的比較納米小一點 變成雜成功能 即是可以高雜 叫做高雜成 高雜成度 成本又便宜了 耗電又少了 壞的機率又少 你譬如原本用開 用500粒晶片的 500粒他可以減到 減到 做少了 做50粒 再過一年 可以做10粒 一直減下去 但功能在增加 它叫做chip count 即是晶片的數量 在減少 那妳知道 我們基本電池都懂得 接駁越少 那當然是質量越好 因為晶片越多 你不接駁 每一個接口 看東西 每一個看口 每一個看口 就是壞的機會 是吧 那妳如果拿它全部 集成電腦 即是拿它很多粒 變成很少粒 拿它集合了 拿它英文叫integrate 拿它集成起來 那妳便少了 接口便少了 成本便低了 什麽都少了 省又省電又成 所以每一年就一袋 每一年就跟一間 它成本便宜 它成本越來越便宜 越來越可靠 因為它做到它便知道 我是不是都這樣了 而且它在裏面 有一個晶片叫做A16 下一個 蘋果15的時候 就用A17 它是用A字頭的 蘋果的手機是用A字頭的 它的電腦是M字頭的 現在呢 現在那些Mac的 Mac電腦 蘋果電腦 差不多到M2 到達到M2 到達到M2 接著已經研究了M4 M5 一路頂上去 我用了iPad Pro 我用了iPad Pro 現在去到M2 他說下個星期 下兩個星期 不不不 可能下兩個月 說不清楚 靠不住 它捏不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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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在等的 就是M3 M3 那個液晶 原本是用液晶 現在就用OLED OLED 我跟得很貼 所以我現在已經 那變成一模一樣 蘋果整個在所謂 改潮換袋 跟電動車完全一樣 所以華為希望回來 哪有得回來 現在美國用個字 你都不可以說它錯 原本就說脫鉤 現在用那個所謂的競爭 競爭就是對想你 競爭真的很好聽 我跟它競爭 實際就是對想你 沒有得給你 哪一件事你賺錢 哪一件事你厲害的就是對想你 華為是最好的例子 現在又說傳了 給它做回 現在做五支有誰用的 現在做五支沒有錢賺的了 就是早幾年做五支都說 做到風山水 現在你再做 就是用舊的東西做 現在都現在去將來 你將來只是看馬斯 馬斯 只是那個叫做什麼 星星 Starlink 就是Mars那個 那個 馬斯克那個 星星 將來真的不是開玩笑 真的直接對太空 所有的機站 那些機站就是等於那些衛星 低軌衛星 低軌衛星 將來你用什麼六支七支 一下子就上了太空了 你說太空 我曾經問過那些專家 我原本都不是做通訊的 那我呢 那時候呢 差不多 我記得差不多是 是 90年初呢 就碰到那個 那個 那個所謂 一個空島教授 那個教授叫Shilling 很出名的 如果你們是年紀大的 讀過所謂的通訊 通訊的原理 101就是他作的 principle of communication 我問他 我說到底有線便宜 還是無線便宜 那時候很多電話 就有線了 電話有線 有無線 我問他怎樣便宜 你不用想了 那條線沒有錯 是最便宜的 那條線會壞的 那些縛口會壞的 你沒有線 沒有縛口 你說可以省到多少 省回維修 他不是說無線做了就這樣 他不斷在改良裏面的制食 等輸送量的可靠性 的距離不斷在改良 幾支幾支就是這樣意思 同樣的頻率裏面可以有多幾條通道講話 同時可以有多少數量的數據可以穿過去 反而數據是大 這個就是和晶片是絕對有關係的 每次傳一傳裏面有多少制式 在制式裏面差不多是大家講的標準 實際那個互聯網 互聯網實際等於是什麽 等於一條很大的馬路 馬路不是鐵路 那些車是不斷亂走的 不斷亂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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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來越多 不斷亂走的 那條路可能 現在我們說有幾條無限的車道 在搏命走的 不斷亂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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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那條路又越來越闊的 它不是像貨車那樣規定 以前通電話的 撥電話那些 就是那個規定的 那些叫做 我們叫做circuit switch 就是有一個大家回路的 circuit就是有線 有的了 現在是什麽 現在叫做data communication 全部是數據來的 根本就沒有了那個所謂的回路 它全部都像是一輛車那樣 或者是一輛信封那樣 噗噗聲扔出去 信封上面有寫我給誰的 我是誰的 我是哪裏來的 那它自己 自己有些router 那些郵差 跟你一路排 排到你的終點 就是整個概念 這個概念 你真是 美國人真是好 真是好東西 發明了這個概念 原本我們想的當然了 和你公電話 那條固定的銅線 是吧 那時候不是多了一些東西 它就不是 它一條大馬路 港道真是大 那你現在看到了 是吧 多少Giga 全部都在裏面走 它全部都是一個信封那樣走的 就是說我今天 我講一句話給你 一個信封 信封裏面有那個 那個信封裏面有這個信封裏面有這些 那就是那個 在那個互聯網那裏 一路傳傳傳傳傳傳 一路遞過去 這個就是整個技術 叫做data communication 這個叫做 就是跟以前我們電話那種概念 完全是兩個世界